你还要害我 你是存心要害我呀 可是为什么呀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害我 你还要问我为什么 快说 你把我的药换成什么了 我没多换 就换了几种 把那些不让女人 怀孩子的药拿下去了 换上的 我也记不清了 好像有露胎 我是找了最好的大夫 给你换的方法 大夫说了 那些药都对女人好 既能让女人能怀上孩子 又能滋补身子 我可是一心一意为你好 真没想到 我这辈子 让你这个王八蛋给毁了 我恨不得把你的皮拔了 把丁终吃了 你 你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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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儿 你咬吧 你咬我我舒服 我做梦都梦见过你咬我 你刚才说得对 我的心里一直垫着你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你想想秋香 你总不想是那样的下场吗 凤儿 不怕你笑我 我张吉安到今天还是同男子 你得赶紧怀上 时间长得对你没好处 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 我今天冒死尽来 就是来帮忙 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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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芳儿 奶奶我用不着你帮忙了 我早就坏伤了 啥 滚 你这个狼崽子 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 滚 你怕了 你不敢 我 我怕他 你看你就是怕他 你在这个家里就像一个太监 你怕了 你怕了 你不是怕她 可是这些愿意 你 我 你 你 这辈子 让你 这个王八蛋给毁了 我 恨不得把你的皮拔了 把那人吃了 你 你 滚 你这个狼崽子 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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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军爷 您不能走 既然来了 好不上去喝杯茶呢 你们这儿什么地儿这么晚了还能喝茶 您慢着 您慢着 来 坐去 这房子大 比我住得好 您先喝点水 来 节节酒 还哭什么呀 可不是嘛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哪个不哭啊 新姑爷 我在这儿啊 给您 道喜喽 谁也是你姑爷 这 这不是花钱睡女人的窑子吗 您也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啊 我们这也是黄花大闺女 这不就是您的洞房花烛业吗 洞房花大闺女 我可告诉你啊 好好伺候着 人家这位爷 花了大价钱点的你这个大蜡烛 这个呀 是你这辈子的福分 听话啊 好好伺候着 好伺候着 好伺候大姑娘 你别哭了行吗 我花那么多钱 又不是来听你哭的 哭的怪难听的 别哭了 我让你别哭了 你听见没有 啊 我好像见过你啊 张副官 我的事啊 你不是死奶奶屋里那小铃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张副官 别 别哭别哭 妹妹有事 这不 有事儿求姐姐来了 走 屋里说 你家人干嘛说求啊 说吧 我想求姐姐放我出去散散心 旅长不在家 我要是想出去 只能来求姐姐你了 这圆更走的时候 还真没交代这事呢 好 姐姐 我也是旅长名为正娶来的 来咱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老像现在这样 连个家门都不让出 我感觉自己 都挺像是个贼的 看你这话说的 这不是云更特别在意你吗 这事儿你来找我说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我一直觉得大姐是一家之主 我就是想出去散散心买点东西 所以就没跟老太太去说 那倒是不用 不过五妹妹你也知道 最近呢不太太平 我上次和老太太出去烧香 我知道 那旅长定的规矩 出门要人跟着 好 谢谢太太 说好啊 你们都别进去了 在外面等着 太太 您来了 您来了 掌柜的 买药 您带药方了吗 没带 但我记得 您请说 牛膝 射香 蝉蜕 熊黄 蜈蚣 这个 怎么 没有 有有有 您请礼物说话 什么意思 这些堕台药 我可不敢给您抓 我早就听说您有喜了 我是给别人抓的 那您叫您的管家来买药啊 你这个人可真奇怪 开药铺不卖药 你做什么生意啊 母奶奶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母奶奶 我求您了 是不是有什么人跟你说什么话了 您叫甭问了 长吉安 张副官 张副官恐怕也是奉命来的 母奶奶 您多保重身体 小崔 我饿了 去厨房让王婆子给我送点吃的来 是 丫头 我问你 我奶奶是笑着说的 还是板着脸说的呀 好像 没笑 那 那你回宿告诉我奶奶 做完饭呢 我马上给她送去 哎 吴奶奶您慢用 用完了呢您让他们招呼一声 我来收盘子 先别走 把门关上 吴奶奶 厨房还有很多事让我做呢 我让你把门关上 快上 aqui lines 这么招呼一声 吴奶奶 这 这都是张吉安 张副官能说的 他说呀 我要是不听他的 他这让旅长弄死我 你说 我要是死了 我那四个孩子该怎么办呢 吴奶奶 您就可怜可怜我 您就饶了我真 您就饶了我吧 亏我一直信任你 你连我的药都敢换 吴奶奶 张静安 张副官说了 这药啊 对你有好处 只有好处是没有坏处啊 好 你等着 赵旅长回来 我非像个哲让他把你给混出去 吴奶奶 我求求您了 吴奶奶还有四个孩子等着吃呢 求您了 那好 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你帮我办件事 办好了我就饶了你 那 那什么事啊 你帮我去药铺 抓几副药来 吴奶奶 您要是让我给您买宝太的药啊 我去 您要是让我给您买堕太的药 那 那我可不敢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什么药 我跟你说嘛 头少块儿张静安 张副官找过我了 见了我就给了一个大嘴巴 她说我要是给您买堕太的药 她 她 她就弄死我呀 吴奶奶 吴奶奶 我那也算帮了您不少的忙 也给了您办了不少的事 您就给我留点火炉吧 我求您了 滚 谢谢吴奶奶 吴奶奶 您是尊贵人 我是个下贱人 可我也是个女人哪 我要说话劝劝您 您您如果听得进去呢 就当我说的是人话 如果听不进去呢 就当我放屁 这女人哪 怀孩子呢是件大喜事 哪个女人怀孩子她不高兴啊 是不是 您就拿我来说吧 生了四个崽子 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可是 可是呢我都信任他们 哪个儿不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啊 滚 吴奶奶 大当家的 兄弟没听您的话 这一仗打了丢人 丢了六条枪 还舍了五个兄弟 错 都是兄弟一个人的错 与弟兄们无关 请大当家的发落 快 让我看看 您别看 连眼珠子带肉都没了 眼眶子都烂了 看了天哪去 这是什么话 来 让我看看 如果再烂下去 就得要你的命 老五 快去请封先生 给二当家的敲伤 来 兄弟 上来坐 大哥 这回兄弟真的错了 你就按照咱们老五山的山规 处罚我吧 要罚 也应该罚我 我明知道你们会上赵元庚的当 可我没拦你们 这是我的错 大哥 这和您没关系 我是老虎山的龙头 你们尊我为大当家的 你们每一个人的事 都是我的事 你们每一个人的错 也都是我的错 杀尾巴 有 我没有做好龙头 让老虎山五个兄弟送了命 让二当家的 丢了一只眼睛 今天 就罚我二十沙围棒 隐以为鉴 等一等 等一等 大当家的 是 二当家的伤啊 我看过了 没啥大问题 我刚才啊 在齐老殿的针灸来着 没赶上上中医堂 请大当家的 恕罪 不碍事了 您是我们老虎山的客人 开中医堂您想来就来 不想来也可以不来 是 谢大当家的 我虽然是客人 可这件事情我得管 你这是干什么 老虎山有规矩 犯了错就要罚 你也没犯错呀 为什么要打你呀 兄弟们错了就是我的错 当初我就不同意他们下山 可也没硬拦着 结果死了这么多的弟兄 难道不是我的错吗 那天开中医堂我可在啊 那是二当家的夫要去 话又说得那么绝 你是不好拦哪 冯先生 不要劝了 我明白冯先生是什么意思 您是怕我梁飞虎 扛不了这二十杀为棒 可老虎山有规矩 不打我 就得打二当家的 你看他那眼睛 都烂成什么样子 这二十棍子打下去 还不要他的命 老虎 请冯先生到我屋里去合掌 冯先生 劝也无用 走吧 大当家的 冯先生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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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 是 记住 不要寻清枉法 按规矩来 是 老二他们这次虽然没得手 也把那个老太太吓得够呛 赵元庚可是个孝子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大当家的 这兵来将党 水来土屯 咱老虎山 还怕得赵元庚不成 怕倒是不怕 但也得做好准备呀 他要是打老虎山 肯定要先经过落凤镇 老三 老三 让镇上的兄弟们 一定要勤快点 常打探 多小心 赵元庚 不可能一下子把大部队开过来 肯定要先派个奸细 明白了 他派一个来咱们宰一个 派两个宰一对 我明天就去趟洛凤镇 好好安排一下 老四 大哥 咱们的粮食还富裕吗 还行 上个月 迪马的水浑得很啊 这户户都囤了不少粮食 今年啊 咱老虎山封衣足食了 好 那就再 再在徐家坎子设个粥棚 搭粥棚干嘛 从河那边逃荒过来的人 都聚在那儿 早上我从这儿路过 看着挺可怜的 有很多老人和孩子 听说一天 要死好几口子 大哥您是要失粥啊 在老虎山成大地主了 我可不是什么大地主 马上就到冬天了 和兄弟们好好讲一讲 也就是紧紧扣腰带的事 再说了 熬点粥 提汤拉水的 用不了多少粮食 大哥说了算 就是 那粮食还不好办呢 我一个兄弟 最近在山下 又摸着一肥猪 那老小子可他娘的缺德了 娶了八个 八个小老婆 最小的才十三 他奶奶的 他牙都会掉光了 这不是祸害人吗 我打算这两天就下山 不得端了 肥底狠哪 够大哥开一年周朋的 好 这事我暂成 行明天我就下山 好 好 大当家的够意思 佩服 二郎家的 我 下落酒 我就讨厌你这熊样 有话就说有屁你就放 您不觉着今天大当家 有点像唱戏吗 唱什么戏 千里走丹旗 灰里斩马素 空城戏 连环戏 肇事孤儿 你说这么多戏 跟大当家有什么关系 我听不懂 大当家这招叫收买人心 你想想 他替你挨了他 兄弟们怎么想 这兄弟们心里 您不是错让家错了吗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处啊 这老虎山啊 十年前可都是咱们兄弟的 梁飞虎 落难来的 仗着人多 上山一开众一堂 他当大当家的 您成二当家的了 你再想想 这水吧梁山 朝改 上山就祸拼了亡论 他梁飞虎虚情假意 没准哪天就 再说 老三老四老五 哪个是擅长 我看 他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过 他奶奶的 早就知道 大当家的 和赵元庚有仇 怎么接的梁子 一言难尽哪 都怪冯某多嘴啊 大当家的要是不愿提 就算了吧 冯先生也不是外人 跟您说说也无妨啊 二十年前 我和赵元庚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 后来扯了杆子上了山 那赵元庚啊 能打仗 够狠 可我梁飞虎也不怂啊 干的全是杀富济贫的事 过瘾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 他赵元庚当了起义军了 起义好啊 我也想当起义军的 我们就开始找队伍 后来才知道 我们跟的不是一个起义军 直到有一天 两个队伍交了活 为什么呢 为的是争地盘 这亲兄弟之间争什么地盘啊 这不丢人吗 我想找他 好好地喝顿酒 再续续兄弟之情 可那时候到处都在打仗 见一面都难哪 好 后来 我碰到了一支队伍 我一枪 就把那个带队的给撂倒了 赵元庚他爹 他爹 赵元庚发迹以后 他爹就一直跟着他 没想到 杀父之仇 后来他知道了 你抄了我的家 绝了我的祖坟 还杀了我娘 不供戴天之仇啊 那些天洋人说什么 那叫军阀混战 我是不想再战了 于是就带着弟兄们 来到了老虎山当了土匪 还是当土匪好啊 老虎山这个地方您选得好啊 天险 义父当官万福莫开 是养老的好地方 可是 王先生 有什么话请讲 依我看 大当家的信凶博大 系国系民 恐怕不甘心 在这老虎山上养老吧 这也要看机缘哪 走了多少天了 海棠 老太太 我问你 旅长走了多少天了 十八天了 没听说哪儿打仗啊 就这么一走这么多天 连个信都没有 海棠 海棠 给我找把锥子来 您老要锥子干什么呀 有什么针线活 交给我们不就完了吗 给我拿去 把手放锥子上 把手放锥子上 不知做错 不知做错什么 我年纪大了 眼里不如沙子 你当我看不出来 四大赵先生走了以后 你的魂 就让他给勾走 没有 没有 你以为我真舍不得扎你 爹 请老太太饶命 你以为我 不晓了 是到了对男人动心思的岁数了 可是你忘了 我怎么教你的 我之所以这么对你 吃穿用度都跟亲闺女一样 为的是啥 说 为的 为的是 将来让海棠 能伺候驴长 就是啊 那你怎么敢喜欢上别的男人 老太太 海棠知道错了 可是 可是旅长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呀 你不问跟前去 他能喜欢你吗 起来吧 原庚这些年哪 是有点不像话 他 从窑子里赎回了老三 从戏班子里取回了老四 又把一个盗墓贼的闺女 取回了当老五 这老五虽然怀上了 但是我还不太把握 万一要再生出个闺女呢 海棠 海棠 这旅长一走十八天不回来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家里没有留得住他的人 是时候了傻丫头 你现在对他热乎点正是时候 你得问前去 他要是真喜欢你 我给你做主 我给你做主 历长 您慢点 这屁事 历长 我派了几个最精良的行李去的洛福镇 跟他们说了 一定把老五虎山的底摸清楚 给他们拿了不识鲜大羊 把您的话也告诉他们 不怕花钱 钱不到 好 您慢点 我就不相信那帮王八蛋 他不喜欢钱 旅长 咱啥时候打老五虎 你不相信 十年了 我们有一天不想打老虎山的 可梁飞虎那个王八蛋哪 作战好手 战局的地形是有精有限 没准备好了是绝不能开战 不能啊 旅长英明 不过梁飞虎就是个臭土匪 和你没法比 去 少拍马屁 您喝水 您慢点 老四怎么不唱了 没唱 一直没唱 一 老太太 老太太把她怎么着了 没有没有 四奶奶好着呢 我按您的吩咐天天去看她 那好好的怎么不唱了呢 我听说五奶奶前两天去看她 俩人说了半天话 之后四奶奶就不唱了 是 不会唱了 就是说了 还会有心里 不是唱了吗 不唱了 有心里 不唱了 开心 对 不唱了 对 不唱了 谁呀 我 旅长回来了 人家都睡了 我等什么呢 舅舅来了 舅舅 旅长 怎么搞的 老是那么慢 你还说呢 肚子里的孩子 差点被你吓出来 过来 给我看看 怎么一点不险呢 当兵得看见了 过来 说说 半岚月没见了 想爷们呢 旅长回来 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 说个屁呀 这说什么呀 说说 儿子 儿子闹了没有 反正不老实 折腾死我了 这家伙他都学会闹腾了 你说他怎么不险呢 逗你玩的 就是老兔 别跟我说你也想喝醋 奶奶的 都说酸儿辣女 老二怀孩子的时候 也喊着想吃酸的奶奶的 醋喝了半坛子 生出来还是个丫头 你笑什么笑 我高兴 我愿意生个丫头 你敢 要真生出来 我也没有办法 你去 马神仙都说了 说你进门就能怀上 明年就能生个大胖小子 别跟我提那臭老道 你去 这你生什么气啊 你真是 说说 怎么你一劝这老四 他就不毫了呢 谁不怕死啊 吓唬吓唬他呗 吓唬吓唬他 行行 能唬住他 你就能领兵打仗 我才不干那缺的事呢 打仗打仗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 怎么不看你们打仗啊 这话我爱听 你还别说 老娘要早生我几年八国联军 进北京的时候 给我一把菜刀 我也能劈死他几个洋鬼子 你信不信 过来 过来 旅长 今晚你到别处睡去吧 去 去 多少日子没见了 看不上碰了 不是的 我实在是闹得厉害 一晚上吐好几回呢 旅长在我这儿就没法睡了 去别屋睡去 来 旅长 去别屋睡吧 去 去 去 什么东西 别看旅长 千万别看 怎么了 丢死人了 都是我吐的东西 吐两盆的 可不 这几天还懒得厉害 刚才还撒了泡尿呢 旅长千万别看 屁大个事啊 明天让他们给你多准备几个盆 使劲地尿 使劲地吐 我得走了 嗯 旅长 等一等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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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长 您回来了 嗯 娘睡了 哦 刚睡下 我去给您叫 嗯 明天吧 明天我再过来 嗯 旅长 跟着我干什么 哦 您看 您回来也没有先打声招呼 我想看您睡在哪儿 需不需要伺候 我睡在哪儿 五个 哪儿我也不睡 睡出房了 哦 那 那我去给您铺床 好 好 好 啊 好 好 啊 好 啊 啊 好 啊 啊 那 那我先去了 旅长 来 舅舅上来了 丫头 今年多大了 十九 你都十九了